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命脉即表示中脉为一切众生之命根 这里指其重要性而言的 大道脉则代表中脉为成佛之洁净 这里是指其功能性而言的 阿富都帝是范语 意为能产生聚生妙会 无玛是藏密的称呼 有成就之母的意思 根达玛是藏语对中脉的另一种称呼 意为能生一切功德智慧 一切由此而生之意 中脉之重要是因为它是重生脱离苦海的洁净 成佛涅槃的唯一路径 修持秘法的第一大成就即是开通中脉 中脉开通后 行者不光是神通俱足 而且生死涅槃 亦无差别 那么怎样才能算是真正打通中脉呢 现在我们将中脉开通之后的一些现象介绍出来 让大家自己去检查是否开通了中脉 正确对待 不要用本功法治病 当然修行一段时间之后 有了一定的治疗效果也是正常的 如果没有 更应该视为正常 人类的绝大多数疾病是心病 心病既除 大多数人的身体疾病往往逐渐自愈 既然斩草需除根 不必枝叶动刀 那么就不必针对一个又一个的疾病去费心地修炼了 不过本功法是在潜意识层次修行 是灵魂深处脑革命 修行成果反映到身体层面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因此不要急功近利地去追求疗效 功法练习 第一步准备 一 暂时封闭 确信在静坐期间无人打扰 二 声响熟悉 确信不会突然传来怪声 确信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声音 会吸引你的注意力 三 通风良好 确定周围的气息已经可以习惯 并能逐渐漠视 四 杂事已了 确实没有必须在静坐期间去做的事情 五 安全舒适 确信静坐期间不必担惊受胖 或因一 食等问题而有不适感 这些准备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修行 这样营造外部环境 其实是在调整心理状态 倒不是一定要做出什么严格的准备 才可以正式开始修炼 所以不可忽视这一步 也不可太认真 我们的人生太紧张 生活环境给我们的压力也太大 能够这样的准备 不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吗 当修行者这样准备时 他已从对外物的依恋中解脱出来 开始进行生命内求了 是的 让我们从纸醉金迷 五光十彩的歌舞厅 社交场 从美酒佳人 好马鸣车的陶醉中 暂时走出来 进入一个仅仅属于你自己的封闭世界中 体验一下生命本身吧 第二步 入座 一 把光线调整到自感最舒适的状态 二 找一个自感最舒适的方向 三 用一种自感最舒适的姿势在垫子上做稳 四 自我确定一段可以保证做到底的时间 五 最后确定一下第一步是不是已做好 这已经是开始修炼了 让我们主动地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间 留出一个没有外界感官刺激的时刻 去生命的自身寻找一份舒服的感受吧 第三步 调身 一 晃一晃身体 把每个部位都调整到较舒服的状态 二 把坐一会儿可能会不适的部位多活动一下 以保证可以保持较长时间不动 三 确信可以保持不动时 告诉自己正式开始坐禅 四 整个坐禅期间如果身体再次感到不舒服 可以重复这一调身过程 所谓修行最根本的就是改变 调整这种与生俱来的思维趋向 这一步的目的是提前实现某些习惯性趋向 并暗示自己可以做很久 第四步 调息 一 开始注意自己的呼吸 感受吸进呼出时身体的变化 二 更深一层地感受吸进呼出时身体的细微变化 三 感受呼吸的具体部位 四 注意是不是把气吸进了胸部 五 注意是不是把气吸进了腹部 六 注意是不是把气吸进全身后又从全身呼出 七 注意全身通透的感觉 呼吸是人类最主要最永恒的视野之一 这一步是让你的思维集中起来去观察身体的变化 因此这种修炼也是思维训练的前期准备阶段 下面将会谈到思维训练是修行的根本功法 第五步 关脉 一 感受身体内部通透空洞的状态 这种感受可以认为是一种观察内观 二 凝神注意开始进入生命内观阶段 三 观察身体内部空洞透明的样子 乌蒙蒙 白蒙蒙 蒙蒙隆 混混顿顿 四 在中空的身体中观察中脉 这是一条四有四无的亮线 从小腹开始往上通往头顶百会学 大约有脉菊那样粗细 它最初只是一种想象 观察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可以真的看得见 就像梦中看见光线一样清楚地看见 五 集中精力观察这条中脉 这一步正式开始进行思维训练 从生理上讲人生是一系列感觉的集合 修炼时所看见的脉象 光斑等幻象 也是可以像平日所见一样的清楚的 当然这需要相当的功夫才能达到 这种功夫就是定力 第六步 属吸 一 现在边关脉边呼吸 方法如下 吸气时从中脉的下面往上看 呼气时再从上往下看 均匀呼吸 均匀观察 开始进入中脉呼吸阶段 二 持续进行中脉呼吸 并开始查呼吸次数 一吸一呼算一次 三 持续鼠吸 出现错误从头再查 直到可以没有错误地查到一千数以上 鼠吸过程中会出现纷乱的思绪 或各种感觉 不要管它 一直属吸 四 此时会感到呼吸越来越微弱 越来越缓慢 甚至达到无吸状态 即可不必再查 逐渐进入下一步修炼 更多内容请关注昆仑修炼学公众号 这一步开始练定力 所谓定力是指心念 可以长时间专注于某一心境的能力 即思维对某一过程的专注程度 然后继续修炼到第七步 不通过数字 呼吸等外注 你也可以定下心来 感受生命本身了 那时获得定力的你 就可以一点点地反省 那一缕在定力下变得越来越清晰的思绪 从而认清自我 并逐渐走向自我把握 自主自控的自在人生 第七步 入定 一 停止鼠吸之后 随着呼吸的逐渐减缓 感觉恍恍惚惚 平平静静 肆意进入深层睡眠 但又较为清楚明白 这已是初步如定了 二 肯定下这种状态 并体会它 延长它 最后逐渐默示它 三 不久 当最初确定的时间到了 觉得该收工了 便可以收工 四 睁开眼 轻轻活动一下身体 就算收工了 如果想美容 就用手 轻擦一下脸 如果有其他好愿望 就想一下 它即将实现 五 如果时间允许 只要可以在入定状态中 保持五分钟以上 就请直接进入 终极功法的修行吧 这样的入定是一种灵态 仿佛让你回到了婴儿状态 生命可以从头开始了 在这种状态之中 你的身体得以放松 你的灵魂得到净化 它把你紧张的情绪松弛下来 让你忙碌的人生 得到修整 这是一个补充 生命能量的过程 这更是一个反思自我 调整心态的过程 通过入定 你将发现生命 还有某种 未曾体会过的 内在的愉悦 这将让你不再过于 依赖金钱 景色 娱乐 社交等外在的生存手段 让你明白可以用一种 非常便宜的生命 内求的方式 实现快乐人生 第七步中有一个小步骤 大体点出了这种技术的 基本思路 如果想美容 就用手轻擦一下脸 如果有其他好愿望 就想一下它即将实现 这样做一项 往往会收到 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不过要想真正有效 恐怕需要相当程度的 念力修行功底 为了你生命的自在 请不懈地修行吧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